大家好 很開心 第二集又見到大家了 大家有興趣了解多點有關副離子和軟紅外線 我上次和我媽媽一起買的產品 副離子和軟紅外線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 講回上一集 我帶我媽媽去買母親節禮物那一集 這個牌子就是優書部這個牌子 我問老闆 原來他們的產品 香港有30多間物理治療中心 可以賣他們的產品 因為物理治療師去那裏 有不舒服 有痛症 或者弄傷 他去那裏做物理治療 他提供了治療給你之後 回到家 每天都要配合適當的產品 就像這些 軟紅外線和庫離子的產品 即是隔起來用 你不會天天去物理治療師做物理治療 你在家裡敷一下 塗一下 塗上次的葡萄糖糖戀糕 令你的病情舒緩一點 盡快的康復 還有一千多元一條 其實如果你除 365日一年 如果你用一次 每次就當作2至3元 因為現在有節 上集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像我這樣 圍皮 我每天最少用兩次 如果兩至三次 圍一個多 用一次半個小時 最重要的是 多少錢都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而是 你又不是幾萬元 最重要的是 幫助到你舒緩你的痛症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痛症的人 就知道 如果你很痛 你幾萬元都要付 如果解決到你身體的痛錯 你看物理治療師 都不止這個價錢 除非你公司的KING就好一點 我個人認為千多元是值得一試的 即是一條帶 肩膀就買肩膀 我上次媽媽也是買了膝蓋和腰 我自己也是膝蓋和腰 例如你經常在辦公室工作 肩頸肩痛的 其實我也想買肩頸肩膀 即是肩膀的帶 那我就整身穿了這些帶 要像機械人一樣 穿了整身才可以 如果有整身的組合這些褲離子 我想可能我都會買 那你就配合了這個葡萄糖胺暖膏 一起用 塗完之後用這些帶 上集都好像有沒有說 都忘記了 起碼頂到幾個小時 沒有那麼痛 舒緩了 而且如果你持之以恆 保持著兩個星期 用這個 塗這個葡萄糖胺暖膏 以及用褲離子的帶 你會立即鬆開 那些關節 你自己會知道 還有看你痛的程度 當然 如果你超級十級痛 那當然需要長一點時間 但我保證一定可以減輕 你原先的痛楚程度 那上集買完禮物給我媽媽之後 片尾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我帶著來做家務 如果想看就看上一集 那如果你要上班 不是像我這樣全職在家 那你上班就擦牙洗臉 一起來之後立即擦 擦完之後立即綁條帶 擦牙洗臉 吃完早餐就敷完之後上班 放空回來洗完澡之後又敷 敷完之後睡覺 因為這個副離子 是我敷了兩天 其實很明顯是騙不到你 這件事真的 我說多少都是假的 你買回去試一兩天 你就知道是睡得好 我本身睡眠質素一般 但敷完之後 頭兩天 我自己頭兩天就睡得好 因人而異 可能你不知道你幾天 可能你跟我一樣都是一至兩天 或者可能長一點時間 我不知道 我自己個人用完 就是一至兩天睡得好 最初我會想 為何會真的睡得好 我沒有在意 聽說副離子是可以幫助睡眠 軟和內線 後來才想回 我敷完頭一兩天真的睡得好 而且我因為這個腰線 就是腰的形狀 身體的味道 36、24、36 我自己 如果你有看上一集的淘寶開箱 我就敷著 我一開始買這個 是腰骨痛才買這個 之後我發覺 我再問老闆和售貨員 他可以暖功 他有沒有特別提這個 我會敷在肚子 我除了敷一條腰 我都會敷在肚子 為什麼呢 因為肚臍對上 全部是中醫的穴位 叫做氣海穴 氣海穴 可以舒緩你經痛 以及穴經的失調 可以有暖功的作用 如果你就快更年期 又不想那麼早更年期 你就可以暖功 對女性都是一定有幫助 對有利而無害 又說回葡萄糖胺嫩膏 我想再說清楚 好像沒有說 為什麼我說他好呢 因為塗完之後 有涼涼的 和止痛的作用之外 他成份是全天然的 問我老闆 以及看那張Catalog 他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成份 就是用植物提煉的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主要是用來潤滑關節 如果關節痛的朋友 對這個字一定不陌生 葡萄糖胺 還有消炎止痛的嬌妙油 我先打在畫面 我怕我讀錯 還有茶樹油 加上放鬆基建的油加利葉的精油 他們是沒有弱性 沒有類固醇的 這個品牌的優書部 他們老闆說皮膚敏感 或者濕疹的朋友都可以用 當然如果你怕的 就塗小小的試試 好了 講那麼久 還沒進到整體 先放這支 講回負離子 究竟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 講了那麼久 講了六分半鐘 現在才講負離子 和軟酮內線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上集很多東西都未講完 我想講多些 給大家清楚了解多些 因為我自己是用家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腰痠骨痛 痛症都可以減輕一點 所以就講多些資料給大家 記得看上一集有節 和片尾我都會再講一講 我稍後會教大家 怎樣用這個腰帶和膝蓋的帶 因為很多人可能買回去 都不記得怎樣用 老人家 譬如你買給他送禮物 你沒有帶他去Counter 你給個Surprise Happy Mother's Day 買給他不會用 你片尾就OK 知道怎樣用 首先講一下負離子 有負離子就是正離子 正離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電子產品 iPad、平板、電視、電腦 寫出來的正離子 還有空氣污染 還有化學物質釋放出來的有害物質 就是正離子 如果我們吸收過量的正離子 現在已經對著手機 我現在已經在吸收正離子 如果你吸收過量的正離子 就會影響我們血液的黏黏度 還有降低我們的血液流量 就會令到我們的細胞加快氧化 之後人家說抗氧化抗氧化 但這個正離子是加快化我們的細胞氧化 所以除了容易壞腦之外 還會延誤嚴正的康復 嚴重可能會提早壞腦 剛才也說了 所以為什麼要用負離子產品 為什麼這麼輕 經常說負離子有什麼用 就是這個意思 負離子有什麼好呢 現在說了 負離子有分兩種負離子 一種就是油膩性的負離子 一種就是接觸性的負離子 這些就是接觸性 油膩性是什麼呢 比如空氣清新肌 產生出來的負離子 令到你空氣清新一點 第二種就是這個 經我們皮膚吸收的 好像市面上 除了這個優書寶 我常常說錯了另一個牌子 女性用品 這個優書寶 大家記得這個優書寶 優書寶 這個就是皮膚接觸性的負離子 很多運動的服裝 現在市面上很多 你走店裡的 比如女性的內衣 都有負離子 甚至乎你睡覺的床褥 床墊 皮 都有負離子產品的生產 所以它好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麼多產品都有負離子 因為負離子可以淨化我們身體的血液 改善我們紅血球的黏黏性 和大氧量 可以出進我們的人體血液循環 改善新陳代謝 可以提升我們免疫力 身體好了就可以提升免疫力 因為現在用太多電子產品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少少負離子的東西 去令到我們健康一點 和抵抗力強一點 當負離子增加在我們身體增加的時候 血液的球蛋白就會顯示有增加的跡象 可以增強抵抗力 和增強我們本身的免疫力 OK 這個有軟紅外線 軟紅外線又是什麼呢 軟紅外線的療法 其實就是物理治療師和專業醫療人員 最常用的非入侵性的自然療法 現在可以說出來看看 OK 軟紅外線可以有效地滲透我們皮膚 和身體裏面的水份產生一些共振 就這樣出盡我們身體的微循環和身臣代謝 令到我們的體溫上升 可以加出排汗 這個有綠燈、藍燈和紅燈的 OK 我譬如有時隔著衣服 我就會用紅燈 如果你直接沒有東西隔著 直接敷我皮膚我就用藍燈的 因為綠燈40度左右 我就覺得好像不夠熱 我就用藍燈 隔著衣服、薄衣服就用紅燈 你上班也可以用 你坐在辦公室也可以 半個小時自動會停 因為軟紅外線可以出盡我們的身臣代謝排汗 令到有害毒素 例如乳酸 經常聽到我們身體有些乳酸可以排出來 有效激活我們身體的細胞 減退炎症 最重要是發炎 如果你發炎 不要開紅燈 藍燈、綠燈 那些 你有冰袋 Counter有賠償 你自己去Counter賠償 有艾草 那些膚也可以 綁住它去膚 如果你發炎的時候 就不要用熱 如果你身體有炎症的時候 不要用發熱的功能 你問物理治療師 或者Counter的Cells 他們都可以解答到 或者有熱線 不如我打在畫面 或者在影片下面 你來打一個熱線 就打去問 他們這個優酬補產品的專業人士 OK 舒緩了我們的痛症之後 因為你沒有那麼痛 還有褲子也會令你睡得好些 我建議你們 如果你是對我說的有信心 因為我自己用過 你可以買一兩樣產品用著 好再上網買 因為這個優惠是有限期的 知道幾號 我再打去畫面 那你買著試 但你最好是試完之後 因為五百元免費送到給你 你試用完一兩天 好立即上網買 否則之後沒有折 你要輸入上網買 就八折的 你要輸入YOSLIFE YOSLIFE 就上網有八折的 上網傳單有八折 如果你去Counter就有八五折 有四間分店 有大埔一田 上次我跟我媽媽就去大埔一田的Counter買 另外還有三間 我會在片尾再加給大家 查清楚 或者在片下面 你也可以看一下地址 我都會打上去 或者看上一條片就更加詳盡 最重要的是 有個信心保證 就是一個星期你買了 你記得留下單 或者上網登記有保養 有壞就包換 如果一個星期七日內 保留單據 或者上網登記保養 有壞包換七日 最好七日就不要丟包裝 如果有壞包換 如果一年內正常操作有壞 可以包維修 免費維修 當然不是人為 你戒爛就不算了 之後用久了 這個才神奇 老闆告訴我 你用久了想換條新的 例如你用了一兩年 覺得舊舊的 這條帶 你就可以用半架 去換條新的回來 這麼搞笑 如果你未壞 你又覺得舊舊的 殘殘舊 可能黏貼 可能覺得用久了 想換條新的 貼得不太實 你可以用半架 即是當日 譬如你今天買 兩年之後去換 你當然不是計算 你今天這個價錢的半架 你計算當日 你去Counter買東西的時候的半架 上網就8折 500元就包運費 但付錢前 記得記得 入回優惠碼 YOSLIF2 就有8折 否則沒有折 不關我事 如果你去Counter買 就8折 但它有另一個優惠 就是你滿1000元 就送一枝 30毫升的葡萄糖安暖膏 你去4間Counter買 都有8折 多買多送 你買1000元送一枝 2000元送兩枝 3000元送三枝 你買10000元送十枝給你 你買兩枝 其實買兩枝 折了 是不是兩枝送呢 2000多元 如果兩枝折了 我記得好像1000多元一枝 圍回都是一日 如果你用兩次都是一個多元 一個多元 一年之內用都是一個多元 兩元一日 好了 不要妨礙大家這麼多時間 我講了負離子和軟紅外線 有什麼好處 現在馬上示範一下怎麼用腰帶和膝蓋帶 不要走開 馬上看看怎麼用 首先我會教大家用這個腰帶 買了回來 它這個牌子在這裡 你跟著牌子放 你開始就放在腰 OK 放在腰 然後這樣 貼下去 OK 它這個是放 這個可以機洗的 它這個是充尿袋 放在洗衣袋裡面 洗的 你洗的時候 對 這樣 用的時候拆開 你洗的時候記得遮蓋這個 遮蓋這個充電 因為這個是用來 放充電簿這樣用的 對 這樣 放進去 這個用了 這個綁了腰帶之後 它旁邊還有兩條帶 你綁到很緊 貼到自己很緊 鋪到 你自己的腰 你可以隔著薄的衣服 或者不隔 你塗了一些膏 塗了葡萄糖安暖膏之後 就綁這個腰帶 按住這個按鈕 長按 著燈為止 紅燈 你也可以選擇 綠燈 藍燈 綠燈 綠燈 綠燈是最低溫度 大概40度左右 藍燈就是第二 藍燈 暖 藍燈就是第二熱 紅燈就是最熱的 我自己就喜歡用紅燈 如果你受不了的時候 就立即按綠燈或關機 你自己每個人受熱的力度都不同 30分鐘它自動會停 很舒服 OK 現在就示範了綁對腳 給大家看 OK 我待會也會示範給大家看 我平時做家務是怎樣用這兩樣東西 好了 現在先關掉這個線 對了 這個綁了 之後現在拍雙腳 拍雙腳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腳了 現在示範我雙腳的線 拍著我的方向 但有時自己綁都方便一點 這個也是 如果你洗的話 你真的放近一點給大家看 如果你洗的時候 你這裡有一個Cover 吸著它 就進去洗衣袋裡洗 你吸著這個電源的位 你可以拿去洗也不怕 進去洗衣袋 不過我記得 現在示範對腳給大家看 首先你可以先做一個充電簿 插進去 對了 我這個充電簿很快沒有電 所以你買回他們 專櫃有得賣的充電簿 就會好一點 這個綁緊 OK 之後呢 對了 這樣 這個位置 看見到 對了 這個充電簿這個位 跟充電簿這個位 你不要這樣綁 對了 你倒轉這樣 好 我現在放雙腳出來 OK 先綁膝蓋 OK 那你就放在這裡 OK 解開它 中間它有三條帶 有三條帶 你放在你要敷的位置之後 你又把這條帶 粗的那條帶 在中間固定了位置 你一隻手握住這裡 之後你固住自己 貼住 之後呢 還有兩條帶 是不是 還有兩條帶 然後就這樣固定 到這裡 固定 固定 OK 之後就按鍵了 綠色就最低 綠色是最低溫 之後藍色 之後紅色 我自己就用紅色的 但如果你不受得越 覺得很熱 就用藍色或者綠色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敷著 我平時就是這樣敷著做家務 拖地吸塵 就是這樣